小叔 小叔 他做了多少 他 是不是很辛苦 若是没做完 就不必再做了 他有三皇子殿下帮忙 应该能做完 竟然找人来帮忙 你去 你去 让他把整理完的再整理一遍 按照年号重新排一遍 男人心还抵真哪 参见殿下 尚书大人让我来告诉冬业大人 此前书里的册子 是按照天干地之年份边写的 现在 让你全部改成年号 你之前不是说不用整理吗 怎么又变怪了 不能怪我呀 这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顶头上司 上书大人的命令 没关系 我来再帮你腾抄一遍 两个人终究走得快一些 我去 拜见殿下 门外有人找您 说玉丰阁那边两个世子起了冲突 非得让您回去给评理 那人姓什么 他只说让殿下赶快回去 就匆匆忙忙地跑了 我去去就会 你别着急 今晚我怎么也帮你把卷宗整理完 没关系 殿下 你去吧 这些我自己就能完成 冬月大人 要是不嫌弃的话 下官来帮你做 不用了 这是逢那人罚我的 当心连你一起罚 告辞 告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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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殿下 进来吧 玉丰阁的事情处理完了 什么事都没有 真是莫名其妙 也许是有人想把我支开 不想让我帮你 对了 卷宗物已经整理完了 只是 天都这么晚了 皮影戏早都散场了吧 无妨 其实今夜我府上还有场更精彩的演出 你可愿意随我去 比皮影戏还精彩 嗯